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 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李强做总结讲话 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提出要求 会议认为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断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顶住外部压力 克服内部困难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着力扩大内需 优化结构 提振信心 防范化解风险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指出 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 主要是 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 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国内大循环存在独点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严峻性 不确定性上升 综合起来看 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会议认为 近年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 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良性互动 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会议强调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切实增强经济活力 防范化解风险 改善社会预期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增进民生福祉 保持社会稳定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会议要求 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先利后破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 提制增效 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精准有效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社会融资规模 货币供应量 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 绿色转型 普惠小微 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加强财政 货币 就业 产业 区域 科技 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 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会议强调 明年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突出重点 把握关键 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发展新制生产力 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发展数字经济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打造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鼓励发展创业投资 股权投资 二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 提振大宗消费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优化消费环境 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 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三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 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增强核心功能 提高核心竞争力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在市场准入 要素获取 公平执法 权益保护等方面 落实一批举措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落实金融体制改革 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持续建设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 经商 学习 旅游的读点 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落实落地 五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要统筹化解房地产 地方债务 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 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 一是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 六是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 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集中力量抓好半程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时事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改革完善耕地占卜平衡制度 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准 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七是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 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 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打造宜居任性智慧城市 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建设海洋强国 八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 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丰、碳中和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站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九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 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执密扎劳社会保障网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发展银发经济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 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 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 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要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 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 放大组合效应 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 留出冗余度 在政策效果评价上 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 要讲求工作推进的方式方法 抓住主要矛盾 突破瓶颈制约 注重前瞻布局 要胸怀国之大者 主动担当作为 加强协同配合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 要不折不扣抓落实 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 要雷厉风行抓落实 统筹把握实度效 要求真务实抓落实 坚决纠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敢作善为抓落实 坚持正确用人导向 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并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会议要求 要做好岁末年初 重要民生商品保工稳价 保障农民工工资 按时足额发放 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 深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守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会议号召 全党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定信心 开拓奋进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 出席会议